蜂蜜姐苦笑啊 这种小儿科的把戏 对付自己可不成啊 不过另一边的无线电力 也已经传来了声音 目标没有逃逸 目标没有逃逸 继续顾手 摸到警卫室 那两个警卫已经醒了 正在唧里哗啦的对嘲 搞什么搞 都是你睡着了 我才中招 典型的恶人些告状了 我靠 还不是你说的 你放心睡 我才睡的 记得完了啊 记得完了 佛明杰可没闲心 去听他们叫嘴啊 进去不由分说 就把他们再次打婚 结个绳子 将他们拖到门口地上放好 对着那个被收买的大叔 道了声对不起 就在他脸上开了一道 胖子 血多 这点血正好活血化鱼呢 量还真大 用心血无序地擦满两人的脸 顺便也把自己的脸 和手都涂上 脱掉封衣 把封衣和带子顺手藏到通风管道中 准备了一点机关 穿好警卫的衣服 顺手朝储藏室里 丢了最后两颗高爆手雷 这一次他没有关门 巨大的震动和爆炸声传了出来 幸亏自己躲得好啊 起浪几乎把整个前厅都冲垮了 又有爆炸 又有爆炸 两边的无线电同时响起 警察这边没有回应 另一边的分析已经出来了 这次的爆炸当料 极有可能破开电话板 找他们进去 找他们进去 刘晶晶故技重施啊 这个华平也故技重施 大声喊了两嗓子 这一次 傅明杰坚决不搭理了 躺在门口的地上 动也不动 华平没有听到回应 有些紧张啊 糟糕 可能真的逃了 我们得进去看看 我要退休 迟到了 你们几个跟我来 几个人的脚步声 带着十几万分的无奈 靠近了银行门口 傅明杰勿子不动啊 砰 靠 幸亏这准头不行啊 谁 搞什么 我 我 明显是紧张地走火啊 这人支支吾吾了半天 没做事 华平冷静道 都跟着我 没有命令 不止开枪 是 几个警察 小心翼翼地靠近了门口 观察了半少 发现全无动静 终于探头探脑地进来了 有人 别紧张 华平急忙道 这些人满脸是血 肯定是被干掉的警卫 看这个 死得好惨啊 傅明杰想摸鼻子 他说的这个死得好惨的 是自己 自己用软骨术 把自己的身体 用一种古怪的姿势 摆在地上 一般只有死人才摆得出来啊 还有可能是跑了 继续 进来的 大概有五个 也就是说 门外面是三个 屋顶上 正门口 应该是三个狙击手 叮 是烟雾弹的拉环声音 握倒 几个警察拼命地握倒啊 傅明杰不用看就知道 这是自己在地上拉的 谢 也撞到了 烟雾弹会立时爆开 很快 烟雾笼罩了整个大厅 踢出去 踢出去 傅明杰迅速地起身 又朝门外扔了两颗烟雾弹 这种情况下 干扰狙击手最有力的武器 就是烟雾弹了 敌人必然无法在这其中 判断出自己的方位 然后耳朵里就传来了 雇佣军的无线电 烟雾弹 是烟雾弹 无法判断目标 无法判断目标 好 展开乱射 不管打中谁都没关系 我靠你刘晶晶的大眼啊 三娘 你乱射 也就是 这些警察全成了目标了 外面还有一个要退休的呢 原本想要趁机逃走的傅明杰 不得不反身朝门里面的 五个警察冲了过去 哎呀 有人袭击 啊 傅明杰的格斗技巧 根本无人能敌啊 只有那个叫华平的 闭着眼和自己过了两招 然后也爬去了 现在只有把他们留在银行里 才是最安全的 外面的 进来增援 傅明杰灵机一动 酥的嗓子朝外吼了一声 这个时候 是不会有人计较 这生命是不谁不是谁的 外面三个 虽然满心不情愿 这个时候 可不敢不遵命名啊 只得骂骂咧咧的靠近门口 傅明杰就是将三人一起打晕 眼镜时间拖延的 都烟雾弹的烟雾都要散了 又赶紧扔了一颗 从通风管道里取出袋子 飞在身上 冲了出去 刚刚出门 就听见啪的一声 这是弹头打进地面的声音 紧随其后的 还是呼啸的枪声 骂了 他是怎么判得出自己的 这个时候 最好的逃跑方法 自然是 抢夺一辆警车 上面的狙击手 最后预感到了自己的意义 还没等自己到达 就看见 两辆警车 扑扑纷纷爆胎 我靠 难道 难道要老子 步行躲避 狙击枪子弹 没时间犹豫了 后面将把心一横 护跑 护跑的感觉 其实是很奇妙的 因为跑起来 自己都觉得很酷 路线选择 是在一个街区之外 而自己是笔直 朝着爆胎的警车 冲过去的 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的身体 穿过开着窗户的 汽车驾驶舱 一个翻身 漂亮地躲过了 两发子弹 又是一个前空翻 幸亏背包很紧 子弹的呼啸 永远在子弹到达之后 这种感觉 就像是在和死亡赛跑 跑步的速度 此时并不是关键 关键是 跑步的路线 自己的下一步动作 和狙击手的 下一个想法 有一个雷同 自己就挂了 所以 变现 直跑 上墙 这都是必须 要不断组合的法子 跟在自己后面的 是三双眼睛 三把枪啊 这三个人 开枪很有默契 绝不会在同一时间开枪 按照 一二三 一二三的设计来的 这就意味着 自己的行动路线 要一次骗过三个人 这简直 就是在悬崖边上的挣扎呀 一个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晚节不复 这条街真弹量的长啊 唯一值得庆幸的 是这条路 自己跑得越多 狙击手 就需要不断地 调整距离 砖头也会越来越差 眼界还有一百米 就要到转角了 这是一种强大的感觉 一种强大的 无法抵挡的危机感 这种感觉 使得傅明杰在第一时间 突然静止下来 突然停止了一切动作 事实证明 他的感觉没有错 就在他停下来的瞬间 自己面前的地上 出现了三个洞 这是第一次 三个人同时开枪 封住的是三条路线 自己只要继续前进 就一定会中枪 这是一次骑射 三个人故意保持着 一二三的规律 让自己完全意料不到 他们会骑射 在自己就要逃脱的一瞬间 来一次骑射 十有八九 会把自己留下 这是训练已久的战略 可靠 差点中招啊 傅明杰的汗 在流下的一瞬间 他的身体动了 汗水还在原地 人已经继续前进了 好机会 这意味着 三个人要同时 要超过五秒的停顿 五秒钟 足够了 五秒钟 足够自己逃出去了 然后 就是一阵强大到 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电流 从额头激烈地传了出来 这股电流 硬生生地改变了自己直线的前进 把自己的整个身体 当作包子一样 向左侧丢了出去 然后 自己面前准备越过去的一辆车 呼 多了一个洞 警笛声和子弹的呼叫声 同时响起 傅明杰没有犹豫 一个加厉 猛冲向前 躲到了拐角 汗全了 直到现在 冷汗才终于流了下来 那不是三把狙击枪 是四把 第四把 为了让自己不能发泄 从头到尾 只开了一枪 致命的一枪 就是刚才那一枪 就是刚才自己判断 有五秒钟空挡的时候 开了一枪 刚才的电流是救命技能 假如不是有这个技能 自己也已经死了 屁股上的一个大洞 流着鲜血 躺在车顶上 这些人 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 这就是 飘风的实力 傅明杰猛擦了一把汗 糟糕 这些人的另一个计划 若是要对付强力他们 他们可是一个也逃不脱的 要赶紧 立刻 回去 支押 一辆车猛停在自己面前 车上的 正是刘武 上车 傅明杰猛火上车 躺到后车厢的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 马上 回京区 收到 傅明杰使劲地揉了揉心脏 揉的那片光碟 心里稍稍心安了些 不管怎么样 让老子拿到你的通脚了 想把风 等着瞧吧 你的末日 就要到了 鬼巢 鬼巢 刘武对着对讲机 讲了最后一句话 对面 传来花似的声音 OK 随即关闭了无限电 转过头 有些紧张到 怎么样 哪都没有 傅明杰狠狠地点了点头 搞定 受伤了 刘武吃惊地 看着他满脸的纤细 没有没有 都是人家的血 刘武尝出了一口气 转回头 车子也进入了 平稳的行驶阶段 傅明杰伸手 去摸自己的额头啊 全是汗 刚才可是生死存亡的一刻 心有余计是什么意思 今天算是懂了 刘武道 车家后面 有你的衣服 和一些简单的洗浴用水 还有两瓶酒 强哥让你赶紧喝 强力想得很周到啊 自己是打着和兄弟们喝酒的幌子出来的 不可能回去的时候 身上一丝酒意都没有 而且越醉就越像啊 打开黑色的塑料袋 里面露出的赫然是两瓶北京二锅头 傅明杰忍不住苦笑 强力想得是很周到 可这半事的成本未免也太节省了 二锅头 好酒喝的多了 喝二锅头 算了 回去再找他算账 平常都是别人灌自己 今天是自己灌自己啊 连下酒菜都没有的干喝 是一件不怎么愉快的事情 尤其是刚刚剧烈运动完 浑身气血都在上涌的状况下 换好衣服 擦干净脸 一口气喝了一瓶 又在衣服上撒了一些 这个样子活脱脱就是个酒鬼了 突然间车身一震 这股震荡的剧烈程度 十分惊人啊 就好像整个车子都被一股大风袭击 差点飞出去一般 随即是一声可怕的轰鸣 这具象的来源在北方 这是什么样的爆炸呀 居然有如此的威力 刘武和傅明杰同时一愣 看向北方的天空 剑内里熊熊的火光 几乎照亮了整个天空了 娘的 强力还没接触吗 傅明杰有些担心呢 不怕被发现吗 刘武摇摇头 也许是不知道我们已经脱血了吧 说的也是 他从刚才开始 就一直没有使用无线电 和自己进行联系 自己又不能主动联系他 想必是为了给自己拖延时间 又炸开了什么地方 没进之际 要赶紧回去见到他才是 别节外生枝啊 刘武提光了车速 很快回到了景区 在宾馆后面的车库口 站着已经穿戴整齐 手拿酒杯的花四 靠 为什么他的酒杯里是红酒啊 我喝二过头 副哥 花四第一时间上脸 狂摸傅明杰 搞得傅明杰浑身不自在 没受伤 没受伤就好啊 傅明杰黑黑一笑 毫发无损 东西 花四使劲地握了握傅明杰的手 辛苦了 大和人民感谢你 你大爷的锤子呀 强力还在小房间里 皱着眉头 虽有十万个担心呢 看见傅明杰等人回来 第一时间就准备来摸摸明杰 傅明杰急忙抢心道 我没受伤 任务完成 强力松了口气 东西呢 傅明杰将身后的背包 往桌子上一甩 从怀里 掏出了那一份光碟 在这里 强力郑重其事地接了过去 花四 刘五 出去把风 是 刘五记得多喝一点 别露出破绽 是 强力已经准备好了一台 北极本电脑 当即打开光碟 放进去 傅明杰的心 忍不住提了进来 蒋彪用性命保护的东西 如今终于到了自己的手上了 而一张光碟 正是扳倒 镖峰最有力的武器 一颗核武器 而里面的内容 究竟是什么呢 光碟开始了 上面出现的 是一座桥的俯瞰 这座桥 傅明杰愣了 这座桥是景天北方大桥 好时三年 好自数十亿 强力弹弹道 这座桥自己倒是经常在电视上看到 但是 为什么放这座桥呢 然后 出现了很多名字 数一数 大约十二个名字 名字后面 还有备注 比如包工头 比如质检方负责人之类 里面还有蒋彪的名字 他的备注上 分明写着包工头 负面是工程承办法 赫然写着 标峰集团几个大字 再下去 是承办日期 强力挣了一挣 这个日期 是标峰集团刚刚成立的那一面 也就是说 这是向霸峰脱离秦市企业之后 接的第一个工程 他顿时隐隐感觉到了什么 只是还不清晰 接下去 是一段偷露的对话 没有图像 这样做真的没有问题吗 这个声音是蒋彪 放心 有事我负责 这个声音 就不认识了 很低沉 声音里充满了淡然和自信 由不得别人怀疑 这种沙石看似坚固 但是失常了 蒋彪继续道 这个声音淡淡地打断了蒋彪 必须要这样做 蒋彪深吸了一口气 我知道了 随即是拍肩膀的声音 拜托了 这件事情成了 我发达了 一定会带着你一起飞黄腾达 谢向总 向总 傅明杰和强力一起对望了一眼 明显都看到了对方眼睛里的惊讶 这个说话的人是 像霸风 光碟再出现的 就是一堆正在被搅拌的沙石原料 傅明杰摸出墨镜袋上 既能养成器上有说明 这种沙石属于劣等材料 坚固度无法保障 一般来说 建成的建筑 能管多少年 纯寒运气 傅明杰大海 老子懂了 这就是飙风集团的软肋 那是向霸风 独闯天下的第一单大买卖 墙里也说了 投资数十亿 可想而知 它的利润空间有多大 可是向霸风 为了把自己的收益提到更大 居然使用劣等原料 把质量无限下降 这就是传说中的豆腐渣工程 那是一座无比巨大的大桥 上面一天要过多少人 要是瞧它了 那是多少条人命 这个该死的向霸风 为了囤积它的第一桶金 居然用了这么急功近利的法子 娘的 不过这大桥到现在还没塌 难道这就是它的运签 可这种隐患 一旦曝光 谁还敢过那大桥 强力看样子也明白过来了 使劲地皱眉 难怪这桥进城了以后 顾桥费收了那么贵 这分明就是在变相地限制车流量 让大桥的负载不至于超标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真不是 关键是自己知道了这件事 标风就要完蛋了 这个工程写得十分清楚 承办方是标风集团 大桥就在那里处着 随便一检验就能找到证据 一旦找到证据 象霸风就是有七八十只手 也遮不了天了 你完蛋了 这回你真的完蛋了 这个秘密果然十分可怕 难怪他会毫不犹豫地杀掉蒋镖 蒋镖活着的每一天 他只怕都是坐入针毡吧 这上面的十二个人 谁知道还活下了几个呀 不过这件事 人证倒真不怎么重要 就是 慢着 傅明杰突然间冷汗直流啊 流得连墙里都觉得可怕 傅哥 你 你怎么了 傅明杰咬了咬牙 你不知道 我在银行里遭遇了 象霸风雇佣军的拦截 这件事方才不说 是不想他担心 但是现在却是非说不可 象霸风的雇佣军 是一对训练有素的狙击手 强烈的脸色当时也变了 两人同时意识到 这件事的可怕之处 现在这份光碟已经到了手里 但是象霸风能做事自己拿出来 对付他吗 猪脑子都能想到 这是不可能的 一对狙击手啊 足以将这个景区所有的人杀光啊 白冰今天来参加宴会 恐怕就是来确认自己的位置的 现在狙击手很可能就已经在路上了 强烈的汗也下来了 大声道 花四 刘五 花四刘五闻声而入 现在起 你们不准在窗户和门口一动 都待在这里 打电话通知江山的人 所有人都按照这个标准行动 好 刘五立即道 花四摸了摸脑袋 怎么个情况 强烈顾不得解释 又掏出一个一次性电话 立即发出微信通报 目标是景天比加山路 迎户度假村 说吧 就把电话关机交给花四 你们现在即刻把所有可能留存的证据 全部就地销毁 是 福明杰忍不住点了点头啊 强烈的反应很快 他让他的人发出假的袭击地点 景天军方是不可能不派部队来保护这里的 何况这里还有这么多官方的重要人物啊